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aS,编写高知尿CSS系列课程 好,这一节课呢,是我们的一个系列的一个第六讲 那我们在我们讲第六讲的这个内容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一个内容 上一节课我们讲的哪些知识点呢 上一节课主要是如何创建这样一个SaaS工程 然后呢,是简单的这样一个命令行的一个使用 第三个呢,是理解了这个Config.Ruby里面的这样一些参数的一个含义 然后最后一个呢,是把这个SaaS的一个注释进行的一个讲解 这些呢,是我们上节课的一个内容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重点内容 本节课呢,主要有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呢,是SaaS变量 这个呢,就是说,理解这个SaaS里面的这样一个变量体系 SaaS呢,作为一个CSS预处理器 也就是我们类似这样一个编程语言的一个性质 那么这样一个变量的话,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呢,是样式的一个导入 这个呢,就和我们CSS的一个Import这样一个语法 有点类似 但是呢,它们的这个作用肯定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呢,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demo 就是说,利用我们的这样一个变量和导入呢 来实现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切换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三个知识点 在开始我们这个知识点的一个讲解之前 我们来先把这个项目给建起来 这里呢,其实我已经建立好这样一个用力停留 这样一个文件夹 这个时候呢,我们直接进入控制台 利用Compass create就可以创建好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使用watch 进行一个监视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构 就已经出了这些不要的 我们是删掉 好,这个时候又清掉了 好,我们再打开我们的sublamp 这儿应该看到 因为我们的根目录呢,是susapp 好,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看 大家想一想 在其他变成语言里面 变量有哪些一个特点呢 好,我们还是来直接看这个sus的一个变量 首先最简单的呢,肯定是一个局部变量 它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的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随便书写一下 好,我们随便先写一个 你看,这个时候 它就生成出来了 因为我们这个不合法 所以它生成出来是错的 这样我们就不管它 好,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变量 sus里面变量的一个定义的话 是使用这个美元打头 然后呢,跟一个名字 那么作为一个整体呢 它就是一个变量名 一定要记住 这个sus里面呢 它的变量名是以美元负号开头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冒号 后面来给我们一个值了 比如说我们的颜色 指定为red 那么它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变量 仅仅是一个变量 它并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它编写出来的这个cs是空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写一个color 好,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注意看 这个时候我们编写出来的这个color 就已经有了 red 是我们变量的这样一个值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局部变量 为什么叫局部变量呢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比如我们在这儿 再写一个 也是一样的代码 好,注意看一下 为定义的这样一个变量color 你说我们在这上面已经定义过了 为什么下面会出现 微定义这样一个说明呢 那这个呢 就出现了一个作用域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color呢 是在我们这个body 这样一个块里面声明的 所以呢 在这个和它同级的这样一个 photo这样一个块里面 是访问不到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局部变量 好 和其他变成语言 其实是一样的一个理解 那如果我们想让它访问到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变量的第二种 全局变量 怎么做呢 只需要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变量后面 加上感叹号global 这个时候它这个就成了一个全局变量 也就是说 我们直接在后面加一个global 好 注意看一下 编译成功了吧 这个时候呢 就算是在这个块里面定义的 那么这个外部也是能够访问到的 好 这个呢 是全局变量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变量的一个 类型 特点 变量呢 它是可以有默认值的 这个呢 其实在一个文件里面用处是不大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定义一个funt size 得多少呢 好 定12px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加上一个default 我们再来定一个funt size 14px 注意看了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加这个default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先复加 不加的话我们看一下 不加的话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12会把前面这个14给覆盖掉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样一个编译的一个先后顺序决定的 第一次呢是定义 后面呢也就是它的一个重新复值 那这个时候加上这样一个默认值参数有什么效果呢 也就是说它在编译的时候它会优先去把把这个代默认值的作为一个定义 然后呢才是后面的一些其他语句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结果就变成了一个14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编掉默认值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效果 实际上呢这个默认值并不是用在这种场景下的 具体在哪个场景下呢我们在待会儿的一个demo里面会有一个体现 好这个呢是变量的一个默认值 除了默认值之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个叫多值变量 好想一想什么叫多值变量呢 从这个名字的一个含义上来说的话 多值变量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变量它有多个值 然后我们可以取其中的一个或者几个来用 那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称之为多值变量 一个叫panding的pandings的一个变量 它呢我们给它定一个50再5再10 稍微下走 好这个时候呢它呢其实就可以称之为一个多值变量 那我们用的是怎么用呢很简单 作为常规变量来用的话 其实我们就直接用pandings就ok了 那这个时候生成出来的话就是我们完成的这样一个pandings属性 那如果我们想重新复制呢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想要设置我们的一个panding left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只需要第一个值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pandings 然后呢取第一个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panding left 5px 那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最左边的这样一个值给改掉了 好假如说你说这个看不出来是第一个 那我们改成3 这样它就是独特的了 看一下3px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的一个所以应的话1234 它就是通过1234来访问的 而不是我们的0123 这个呢可能会其他一些语言的一个小伙伴可能会有一些疑惑 因为这里面的话它的一个下标是从1开始的这个所以 好记住啊这个多值变量的这样一个类型的话是用nth去访问的 其实这个呢可以称之为粒子体一个类型 多值变量除了这样一种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什么类型的呢 叫maps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map类型的 这个有什么特点呢 比如说我可以 conor red conor red 颜色是这个 红色 border color blue 哦 做错了 这个里面应该用逗号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来使用这个maps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写 简单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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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round 当然 更准确的说是 banground color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maps banground 这个时候想一下什么效果呢 看一下 爆错了 因为这样这个值呢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cs的一个value 所以它不能这样去写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使用maps get 我们来拿它里面的一个k的一个值 第一个参数量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变量名 第二个参数量是k 可以 注意看 现在的话我们就拿了这样一个red 就是我们的一个 color 同样我们也可以设置 它的一个border color map get map get maps border color 好看一下 border color等于blue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map类型的一个多值变量的一个用法 好 在这呢我们就演示了 几个变量的一个用法 那除此之外 变量还有什么用法呢 这呢有一个变量的一个特殊用法 是怎么用的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变量 放置在这个属性或者是选择器上 好 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一个变量叫什么id 或者叫class class name 它呢是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个变量来确定的 比如说我们这就叫man 那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注意了 前面一个点代表的是class 然后呢 通过警号 大括号 来引用我们的一个class name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个man引用进来 在这呢我们也可以接着来写我们的一个 样式的 样式的 我们来画一个 正方形 好 注意看 点man 那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改一下这个名字叫什么container 好 相应的 好 就是呢container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变量的一种特殊用法 它可以作用在这个属性或者这个选择器上面去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sars一个特有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这个变量里面呢是用中横线还是像画线 它的效果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点试一下这个中横线或者说像画线是一样的 是什么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叫什么呢 color info 当然我们要这样去写 就说这个textinfo 好 好 浅绿色 哦 搞错了啊 不好意思 这样 好 我们看一下 像这样子 看一下 是不对的 哦 这儿 选这个分号 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一点 这个分号是不能少的 少的话 这个编译的话 它会不知道你是怎么断尾断开的 所以说它就找不到 注意看 其实这个lifegrown 好 这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中横线的一个做法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 给一个像画线这样一个命名 换成一个叫red的一个颜色 好我们再来看结果 最终的结果变成了这个red 也就是说我对这个的一个负值影响到了这样一个变量 这个很明显 也就意味着这两个变量其实是一样的 同时我可以把它 还记得上一个一个注释语法吧 注释掉这一句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这一句呢也给注释掉 那我们再来接一个textinfo 如果是一般的一个编程语言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肯定会出现一个找不到变量这样一个提示 因为这两个变量呢 它是不一样的 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sars里面我们看一下 同样它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横线和这个下滑线它是等同的 所以说随便你怎么用 随便你怎么两个都可以相互替换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变量的一个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样式的一个导入 好 在导入之前的话我们就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部分文件 什么叫部分文件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部分文件呢它其实也是我们这样一个sars文件 但是它呢并不需要生成这个css 所以它呢其实就成为这样一个部分文件 部分文件应该怎么去定义呢 好我们看一下 这呢其实是一个约定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定义一个部分文件的话 我们就只需要把它的文件名以下滑线 开头 然后就ok了 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成了一个部分文件了 好随便写一点简单的样式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它实际上其实它是没有生成这个1.css 这个party1.css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以下滑线开头的 那这个时候呢就表明着它是这个部分文件 它是只为这个导入或者引用去它去做的 所以它不会被编译 这样呢就能够减少这样一个cs的一个重复 好除了部分文 我们收了部分文件之后呢 我们就要引入我们的一个概念叫导入了 如果熟悉cs的都知道这个导入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去写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去写 直接叫import import 然后呢给一个文件的一个路径 好 那这时候看一下生成的一个文件在哪儿 哦又说了一个分号 看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咦 你在想 为什么没有导入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文件 而是把这个指令给复制过来了 看样子像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种代码里面的话 我们实际上使用的是 原生的这个css的一个导入 我们要知道 css本身它有一个import的一个功能 sass里面呢 它也有一个import的功能 而很巧的是这两个import 它的这个用法 这个关键字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sass一个如何去区分 到底是我们这个sass的一个导入呢 还是cs的一个原生导入呢 好这儿呢就有一个规则 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规则呢 也就是说如果被导入的文件名 以css写尾 好是css写尾的 第二个呢是被导入文件的一个名字呢 它是一个cs的一个 它是一个UR地址 第三个呢是UR 这样一个函数的一个值 那这三个情况的话 它就会被识别成什么呢 它就会被识别成 原生的这个css导入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个路径 好 哦 这个分号不能忘了 看一下 直接导入我们的这个路径 然后呢第三种呢是我们的一个UR 这样一个函数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 注意看 那这三种情况的话 都是使用原生的一个导入 那如果我们想要导入真正的我们的一个需要的一个内容 应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做点特色的 叫叫header 叫叫header 好我们来点中文看一下 还记得昨天我 还记得上几课里面我们的这一个中文的一个怎么去使用的 好 好 那这样呢我们再来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sars的一个导出 导入 这样一个导入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写part1 就ok了 看一下 哦 分号这个错误不能再犯了 注意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生成的一个sars里面没有看到我们的一个 真正的这样一个part1.css 而是把这个它里面的内容呢 直接放在这个1.css里面来 那么这个呢 就证明我们这个是使用的sars的一个导入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的这样一个导入的一个名字呢 它不需要写我们的这个下滑线 也不需要写我们的一个后缀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呢 写了 也没问题 下滑线带上 也没问题 只是为它有这样一个约定 我们可以不写这些东西 简化一下书写 好 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导入的一个内容 好 现在呢我们说完了导入和这个一个变量 我们刚才做点正事 就是这个 在这里呢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HPM页面 好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很简单的一个写法 就是一个header 一个title 三个link 其实这个link其实都没有的 当然 这里我们改成index 好看一下 这个内容里面呢就一个header 一个section 一个footer 然后一段脚本 这为什么有一段脚本呢 这个js脚本呢 这个js脚本呢主要是为了控制这样一个事件 因为我们就要换乎的话肯定需要来有一定的一个控制 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jns来做这样一个操作 这个呢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了解太多 好我们看一下它是这样一个展示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 看一下 其实上呢它就是这样一个很乱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并没有将这个样式进行一个写 看一下 三个样式都是找不到的 好 好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把它变成一个 稍微好看一点的 而且这是切换皮肤的这样一个页面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引用的是这个style sheets里面的一个内容 所以呢我们首先呢 把这三个文件给建立好 index.scss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scan1.scss scan2.scss 接着我们来书写里面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 如何让它这个显得比较有条理 一个呢是logo 后面呢是我们的一个 具体的这样一个 菜单 好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操作的是这个index.scss文件 因为它是来控制我们整个页面的一个样式的 因为它是来控制我们整个页面的一个样式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xtreme一个结构 首先是header 那既然我们要改logo这一块 那我们肯定是要在这个header里面做操作 所以呢我们第一步就是把我们的header 放在这儿 同时呢由于我们是整个都是在玻璃里面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header放在这个玻璃内部 看一下 然后呢才有一个叫.logo的 header下面.logo 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sus 一个嵌套的一个语法 那个要怎么办呢 那我们首先是想要想控制它的一个大小 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个wides 然后呢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的这样一个 嗯 Display 给限制一下 denainblock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 这个地方 有错 是因为这边的 这个sus 好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生效 logo 引蓝block 其实有生效的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里面的这样一个图片把它给称大了 所以呢 我们要改的 再来改里面这个图片 图片的我们来用wides 其实我们直接用高度就好 因为它是一个sv7的 好 这个我们就不管 好 现在再来看一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它呢就变小了 变得很小很小 好 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可以在这儿 来看我们的一个效果 来看我们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这样子的话就已经横排了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需要对这个 niv 进行一个样式的一个设置 黑头下面的一个logo 然后是 然后是 它呢是需要我们的display 等于 来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效果呢是什么样子的呢 好 就已经横排了 接着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皮肤呢 它换到这样一个右边这样一个区域去 怎么去换呢 右边 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这样一个class呢 是4根 所以呢我们需要在它 只需要是它的这样一个float等于write 它呢就漂浮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右边区域去了 看一下 好 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顶部的一个做法 接下来我们再把下面两块给排一下板就OK了 下面两块主要是哪个呢 一个是sixing container 另外一个呢是footer 所以呢我们 就对这两个来做处理了 也就是我们的container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foot 其实我们这儿已经写好的样式 我们直接拷贝过来就好 不需要这么 这个时间关系呢 我们直接用拷的方式就好了 具体的一个意义我就不解释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 靠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 哦 没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它找不到这样一个路径 因为是我们这个sars的 好注意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啊 这个可能是后面的一个内容 这个地方我们只需要指定这样一个文件的一个名称就好了 它呢sars呢它会自动去我们的这样一个 emangis在一个目录下去找 找到之后呢 给我们改成这个能用的一个地址 哦我看一下哦这里是 其实这个地方是这里 有路径错了 是emangis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好这里呢有一个相对路径的一个问题 需要注意一下 好这样子呢就找到了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简单的这样一个界面把它拉起来了 更多的内容我们就不写了 这个就是我们好这个主的主要的一个sars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这个Scan1和Scan2 我们可能需要留到下节课去完成了 好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客户的一个简单任务 客户任务呢是把利用这个所学的一个知识呢实现一组这样一个提示光的一个样式 这里面就会设计到这样一个导入和变量的一个用法 看一下真正的一个结果最后的一个结果 其实就是下面这个用法上面这四个是显示的一个形式 好这个呢就是这节课的一个客户任务 希望大家努力完成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